今天你自拍了吗 手机拍照这么方便 人们都快忘了 世界上还有照相馆这样的地方 这对老夫妻 每五年就会来这里照一张全家福 至今已坚持着 了七十年 一九五六年 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去上海 他在街头发现了一家照相馆 这家照相馆首创的礼服出租 和鲜花专供等服务项目 招揽了大批顾客 生意十分红火 彭真亲自做工作 请他们迁来北京 支持首都建设 这就是如今 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 这个店纸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的 有一天 周总理只带了两个人 没打招呼 就来中国照相馆拍照 还坚持要自己排队 当时中国照相馆特意冲洗了四张十二寸的送给总理 没想到总理又派人把照片的钱送了过来 邓颖超说 这张标准照是总理生前最满意的照片 曾经拍照可是个高消费 上世纪六十年代 五分前就能买一堆萝卜 上好的黄花鱼一斤才两毛五 到中国照相馆 照一张一寸黑白照 却要六七毛 上色的彩照还要跪上好几倍 而且要一个多月后才能拿到 拍一次这样的照片 你就得考虑以后一段日子怎么过 那时大家拍照的姿势都特别板正 密光相不给照 侧面相不给照 戴红领巾的不给照 春花衣服的不给照 看法的不给照 树小片的给照 鼻子高一点不给照 改革开放后 中国照相馆带头改变风格 他们找到一位从上海来的裁缝师傅做婚纱 模仿港台影楼海报做了背景 率先在北京拍起了婚纱照 镜头里再不只是单调的黑白灰 逐渐有了多变的色彩 那是中国老百姓开始爱美的年代 无数名流走进这里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走进这里 这张结婚照是2017年照的 这一年吴文霞88岁 王启鸿93岁 每次翻开自家相册 就仿佛翻开了大半个世纪的人生风雨 他们第一次拍结婚照的时候 还是1947年 无数中国家庭在这里留存了珍贵的记忆 来到这里 就像是走进了一台时间机器 不同年代 不同地域的人在此相遇 同样留下了美好的瞬间 无数个瞬间拼接在一起 便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中国大时代 uter留下了美好的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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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